国家复苏理事会建议我国最快在下个月完全开放国门 不过卫生专家认为Omicron变异毒株肆虐全球 疫情形势仍不明朗 目前不是开放边境的最佳时机 最快也要等到三个月后 华人旅游业工会则是对重开国门的建议乐见其成 不过提醒政府慎选开放清单 只允许防疫表现出色的国家旅客入境 不要冒险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实施将近两年的边境封锁措施 有望在近期内放宽 对于国家复苏理事会提出最快在下个月重开国门的建议 卫生专家有所保留 马大医学院社会与预防医学系教授梅凤鸣认为 政府当务之急应该继续观察和评估Omicron的传播形式 不宜太早全面开放边境 如果是说三月我觉得是比较早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Omicron这个Wave 我们还没有上到最高峰 所以如果我们三月就打开国门 然后这个Omicron这个传播率 那个病例又上得很高的话 那可能会对我们的医疗体系会有一点压力 梅凤鸣指出按照国外疫情总是来看 我国预料最快可在三个月后探讨开放国门 他建议优先对疫情较为稳定的国家开放边境 有鉴于Omicron的潜伏期较短 这或许是政府豁免完成接种疫苗的外国人 入境不需要强聚隔离的原因 但他提醒政府必须严格把关 旅客接种最后一剂疫苗的时间 他们如果是超过六个月的 他们有没有接种这个加强症之类的 如果他是说他的疫苗接种是一年前的 然后他们也是有高受感染的几率是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个接种太久了 他的有效率会减低 所以不只是要看他是全疫苗 我们也是要看他的几时 此外 华人旅游业工会乐见政府重开国门 工会主席鲍一雄建议政府善用数据 从中挑选出防疫严格和游客数量 兼具的国家清单 而不是贸贸然向全球各国重开国门 是觉得譬如你是说非洲一些国家 它种得那么厉害的话 而且它平常都没有什么人过来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冒这么高的风险 让全世界的人进来 在旅游局方面的话 它手上是有这些数目资的 往年几年前的 一路下来的话 比如说最大的游客 国外进来的话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印尼 比如说是中国 泰国 这一些台湾 香港 澳门 这一些 进来 我认为是非常的帮你 宣除经历新冠疫情的两年 刘业早已是千疮百孔 再也经不起 反复不定的政策 开了之后 这些人把疫情 揽了进来之后 我们又 又关啊 难道你又关门吗 我们不能够再承受这些 一开一关 一开一关 一关一开 我们旅行社已经选择到 那个头破血流的了 包一雄也认为 旅游泡泡计划 并非提振旅游业的最佳方案 譬如早前在福洛交易的 国际旅游泡泡试点计划 并无法真正吸引外国游客来访 国家开门迎客固然是好事 但必须制定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 以免我国再次陷入疫情反弹的深渊 八度空间柳香林 万达镇报道